今天是莎拉的生日 她一个人守在餐厅 心中生起一次失落 许是孤单的她实在太显眼 一名男子主动为莎拉送上蛋糕 这个生死的男子成功引起了莎拉的注意 两个人举杯畅饮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男女 却温暖得彼此孤独的内心 莎拉住12层 男子住18层 可莎拉却主动提出 想去男子的房间里坐坐 第二天一早 前来调查的小哥 正好在电梯里偶遇了退房的莎拉 原来18楼刚刚发生了一起阴暗 莎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慌忙扔下行李 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当中 这里已经被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 只见昨晚与自己共进晚餐的男子 躺在了地板上 早已死去多时 莎拉主动坦白 昨晚她和死者共进晚餐 然后在死者的房间里 待了一个小时就离开了 不过她保证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让她成了死者最后一个见过的人 证件显示 她叫做泰勒 身上一共有七处刺伤 凶手一刀直接要喊 剩下的六刀完全就是为了发泄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可能认识凶手 现场的酒杯上 有指纹和口红印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莎拉 一起共事了13年 他们不是第一次遇到老同事 卷入命案了 唯一不能让他们接受的是 莎拉明明已经结婚了 居然背叛老季 出现在了陌生男子的房里 同事们虽然对这件事必可不谈 可对莎拉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怨气的 尼克还在床边找到了莎拉的吊坠 莎拉回忆 她昨晚回房后 就吃了安眠药呼呼大睡 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记得了 房卡记录显示 莎拉确实只在死者的房里 待了一个小时 不过之后她又在12点到3点之间 进出过自己的房间两次 正好就是泰勒被捅身亡的时间段 可莎拉表示 自己11点回房后 就吃了安眠药呼呼大睡 压根就没有出去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小葛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莎拉的头发 情况对莎拉越发不利 同事们都对她冷冰冰的 听不进莎拉的任何解释 讲真 你大半夜喝得醉醺醺的 跟个陌生男的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换谁都会怀疑吧 只有老法医站在了钟里面 因为她也曾在类似的情形下 怀疑过妻子不忠 结果证实妻子是无辜的 所以在真相出来之前 谁都没有资格对莎拉拼头论足 从伤口来看 凶器是酒店里的水果刀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染血的凶器 就连哈士奇也将莎拉拒之门外 她是老级的谜底 最看不得有人 做出背叛偶像的事情 这或是真的傲娇 我一度怀疑她拿了大女主的剧本 由于莎拉是遗凶 罗素给她放了一个长假 莎拉不得不一个人 回到冷冰冰的家中 被人误解的滋味很不好受 可她无能为力 莎拉注意到厨房的洗碗机居然开着 拉开一看 只见一把尖刀立在了柜子里 锋利的刀尖还冒着热气 着实把她吓得不轻 莎拉感觉自己被跟踪了 或者说跟踪的同时被陷害了 可是除了老计 没有人知道房子的密码 不止如此 莎拉的卧室还多了几张照片 里面全是她和死者的轻衣画面 原来她和死者早就认识 莎拉却向同事们隐瞒了这一事实 读物检测结果显示 莎拉血液中的暗眠药和酒精含量 非常的高 或许她当时已经神志不清 可不管如何 莎拉在已婚状态下 和一个男的亲亲我我 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她怎么对得起老计 原来她和老计早就离婚了 话说老计总是天南地北的跑 莎拉都几年没有见到丈夫了 换谁受得了这种日子 大家瞬间能够理解莎拉的苦衷了 洗碗机里那把刀的形状与胸臂一致 可是因为被清洗过 已经提取不到任何痕迹 莎拉体内有大量的安眠药 她是在梦游中和泰勒亲你 但是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么她会不会是在梦游中杀死了泰勒 这才是眼下必须要调查清楚的事情 得知凶暗现场出现了自己的项链 莎拉非常的意外 因为她昨天根本就没有戴项链 她怀疑有人潜入她的卧室 偷走了项链 然后故意扔在滥发现场 那么究竟是谁会这么变态 莎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名字 罗纳德 这货是个极其变态的跟踪狂 只要看上哪个姑娘 就会上班路上拦 下班路上堵 甚至会偷偷溜紧姑娘的卧室 多少姑娘在她的骚扰之下 生不如死 在第二集中 莎拉曾狠狠咒骂了跟踪狂 显然是这货不满莎拉教训自己 特意报复她来了 面对莎拉的质问 这货还显得很无辜 她步步后退 莎拉步步紧逼 难道仅仅因为莎拉骂了她两句 跟踪狂就要为此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只为嫁祸她是杀人凶手 这尼玛什么奇葩的脑回路 莎拉气地推了她一把 警告她当心点 这可疼了马蜂窝了 第二天一早 警探就把莎拉请到了警局 原来这伙故意把自己搞得满脸伤 非说是莎拉揍的 这儿杀人嫌疑还没洗干净呢 又背上了一条故意伤害的罪名 入行十多年 莎拉第一次穿上了球衣 实施抓捕行动的是警长凯文 这伙人不坏 就是有点死心眼 她总觉得大家在悄悄偏袒莎拉 因为地下停车场 拍下了莎拉推了跟踪狂的画面 证据确凿 抓捕莎拉也是无奈之举 莎拉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跟踪狂这是盯上自己了 是她杀了泰勒陷害自己 也是她故意将莎拉引到监控区域里 给她爱了个故意伤害的罪名 与此同时 这个变态还在跟尼克演戏呢 我好无辜 什么都没做 就被这个疯婆子揍一顿 是这个疯婆子跟踪我 蹂躏我 折磨我 诶我刀呢 芬恩检查了莎拉的衣服 上面没有一丁点跟踪狂的皮屑证据 显然她根本没有揍过变态 最多也就是推了一把而已 话说能把自己打成这个样子 这货也是个狠人啊 大家当然相信莎拉是无辜的 可如果事实正如莎拉所言 这货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她是个跟踪狂 显然不止一次进出过莎拉的房子 通过电子邮件偷看她的日常起居 摸清她的生活轨迹 就当大家以为跟踪狂 想要置莎拉于死地的时候 这货突然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还了莎拉自由 不过她同时也申请了 针对莎拉的禁止令 也就是禁止莎拉靠近自己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莎拉的火宝亲妈 再次因为酗酒进了医院 原来这个变态男找到了莎拉的母亲 将莎拉卷入命案的事情 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母亲联系不上女儿 这才借酒消愁 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这男的是真变态 不但折磨莎拉 还要折磨她的家人 莎拉再次被激怒了 拿了枪就要去找变态算账 她总是这么冲动 十几年了都没变过 与此同时 同事们正在抓紧时间 寻找跟踪狂的杀人证据 房间的刷卡系统被人为改装过 这意味着 是跟踪狂悄悄潜入莎拉的房间 偷走了她的门卡和手机 并且莎拉的安眠药也被偷换了 剂量超过处方的两倍多 难怪莎拉会迷迷糊糊不省人事 监控显示 跟踪狂一直都在跟着莎拉 尽管她经过乔庄 不过裤子上的那块相同的屋子 还是出卖了她 她是个变态 仅仅因为被莎拉骂过几句 就想嫁祸莎拉是杀人凶手 可她明明只需要把凶器 留在莎拉的房间里 就可以大功告成 为什么要清洗干净凶器 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子 不断地激怒莎拉 小葛想起跟踪狂 还有一起成年就案 那时候的她盯上了一个漂亮的人妻 结果被人妻的丈夫责了一顿 当时跟踪狂把这位丈夫告上了法庭 还申请了禁制令 最后又因为正当防卫 把那位丈夫给杀了 联想到跟踪狂 刚刚也申请了针对莎拉的禁制令 众人恍然大悟 莎拉的袭击行为已经被记录在案 她就是要不断地激怒莎拉 让莎拉找自己算账 这样她就能以正当防卫的名义弄死莎拉 而不用负任任何的法律责任 原来她不是想陷害莎拉 而是想杀了她 好大一盘棋 好恶毒的计划 与此同时 莎拉已经守在了跟踪狂的屋外 对同事们打来的电话失而不见 大姐你冷静点啊 跟踪狂刚下班 就被尼克和凯文拦住了 这货随身带着枪 就等着莎拉自投罗网 凯文检查了她的枪 因为跟踪狂有合法的持枪证 凯文又不得不把枪还给她 他目送警方离去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果不其人 跟踪狂刚到家 就见莎拉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既然现场也没有其他人 跟踪狂干脆直接摊牌 是她收买了泰勒 主动和莎拉搭讪 也是她悄悄拍下了 莎拉和死者亲尼的照片 是她杀死了泰勒 将一切都嫁祸给莎拉 哦 还有 她早就潜入莎拉的家中 破坏了枪的撞针 现在莎拉手中的枪 根本威胁不了自己 跟踪狂反客为主 掏出枪步步紧逼 原来尼克和凯文从未走远 凯文刚刚已经将她的子弹 换成了空包弹 她刚才的自白 也全部被录了音 这货千算万算 没算到莎拉早就改掉了冲动的毛病 俗话说 听人劝吃饱饭 她才不会傻到单独行动 当初的六人小组 只剩下尼克和小哥两位元老 尼克说 他们都希望老鸡和莎拉 一直都在一起 这样大家都有个念想 仿佛老鸡从未离去 然而事实就是一切都结束了 不过既然结束了 那就放手吧 你总不能一直傻傻地等吧 至少他们两个还在啊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莎拉离婚了 于是这老鸡彻底离开了CSI 以后连声音都听不到了 转过头来想 那些等着老鸡的粉丝们 何尝不是跟莎拉一样可怜 嫁给老鸡之后 就等于守了四年的活寡 或许单身对她来说还比较合适 至少还有其他约会的机会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布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新来的警坛凯文 悄无声息替代了布书的位置 或许布书也要退休了 只缺一个体面的告别 正如剧中小葛的台词 一切都结束了 你不能永远坐着等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 剧里的熟面孔 死者泰勒的扮演者 是美国演员卡特·麦金塔尔 他还是美女上措身 第四季中 女主新商人的守护天使卢克 跟踪狂的扮演者 是1972年出生的 加拿大演员亚当·哈林顿 大叔的演技很好 却一直没有什么名气 他是秘社里的帅老爸 一出场就压过了儿子的风头 还是视频游戏黑色落成中 万人迷罗伊的原型 如今大叔刚刚50岁 早已不见当年的戾气 真的是越老越慈祥呢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